这是我从中国开车出发 创业旅行的第1202天 目前我们再次回到了法国巴黎 四个月前我们从中国到达巴基斯坦 然后开车穿越巴基斯坦去伊朗 阿塞拜疆 哥鲁吉亚 土耳其 保加利亚 从保加利亚入境马其顿后 遭遇了基布塞人偷到 身无分文的我们使得寸苦难行 多亏网友和在路上的朋友帮助 我们开始更加在路上努力创业 就这样边赚钱边旅行 再次成功地穿越了塞尔维亚 匈牙利 科罗迪亚 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 摩纳哥 法国 安道尔 西班牙 摩洛哥 葡萄牙 一直到现在的巴黎 而今天离我们要坐轮渡去冰岛的日子 只有七天 如果晚了 我们就没有多余的签认时间去了 所以我们要凑齐2580欧的船票 我们现在在巴黎的防守营地 今天准备去比利时了 然后吃点早餐 这个是我们那天 豪哥请我们吃的育儿鸡 然后今天 我们把它加热 然后放了点面条 等于当早餐吃了 然后吃完早餐 出发 刚才收拾桌子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个纸条是我们第一天到巴黎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坐公交车遇见的一个比利时的大叔 然后他告诉我他也在这个营地里 然后没想到最后一天我们走了 我才发现桌子的底下压了一张纸 这个纸上他写 他说他觉得我们的旅行是非常惊奇的 非常奇迹的 然后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他家 然后他表示欢迎 估计现在这个大叔已经走了吧 看着这个纸条时间有点晚了 他就在比利时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比利时的 不知道能不能路过他家 吃完饭了 走了 走吧 请不吝点赞 收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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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got up, put on my warmest coat Took us straight, September 4 And I just can't sit around here waiting Waiting for her to get back home So for now, you'll find me on the run 今天是自由公路第五季的第105天 然后也是自由公路全季度的1190天 然后昨天我和白白从巴黎开车 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威普 这个号称世界钻石教育中心 我们停在了安特威普的一个郊区的加油站睡觉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车也乘搭 做了一个自由公路和我 这四年来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的梦想终点不去了 原因是想给我妈妈买一颗钻戒 因为我妈结婚到现在 没有舍得过买一颗钻戒 其实两年前到这儿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但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穷 然后这几年在路上通过自己的努力 赚了一些钱 所以呢 我想可以帮她完成这个愿望 但开车去冰岛和选择给她买钻戒 只能选择一个 我选择跟我妈买钻戒 虽然跑了这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多 我就想有朝一日可以开车到冰岛 然后也在快到冰岛的地方就这么停止 但我觉得呢我并不后悔 因为她比我梦想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去买钻戒 然后想办法开车赚路费 不用 就这么决定啊 所以第五季以及自由公路全季度 可能在安特威普这里就结束了 很开心 后面就可能0033要拍一些东西了 不可能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钻石交易所 然后呢我们从谷歌上面找到了一家这个钻石交易所 然后找到的 而且是一个我们中国朋友开的地方 这个大楼给大家再讲一下非常的安全 就进来之后要各种按键 然后还不允许在楼下拍照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她的一个私人的空间 就她等于是工作的工作室 然后这个是严谨的 明天的时候可能严谨会带我们去那个钻石 钻石加工的地方 然后带我们去看一看钻石到底是怎么加工的 然后今天我们先聊聊天 而且严姐也特别喜欢旅行 这是重点 重点是她也很喜欢旅行 所以我们现在三个人就混在一起了 对 好了一会儿可能要先问一下严姐给妈妈买钻戒的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妈妈挑选一个裸钻 或者是一个钻戒 这个就是我说的钻石姐姐 西安人 一个很强的创业青年 自己当年只身一人来到比利时打拼 自己敢借几百万出来做钻石生意 可人家用了不久就把所有的钱还上了 奋斗了几十年 如今成为世界钻销所里面唯一的中国人钻石公司 他告诉我能做到今天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 而是因为诚信和信誉 做钻石的商人 你在他的面前放一堆钱他们不会动心 只有你的诚信才能够打动他们 我们现在准备去今天在钻石交易所认识的姐姐家里了 因为姐姐今天和我们给妈妈看完钻石之后 留我们在安特威普她朋友这里吃饭 然后姐姐请我们吃的饭 然后还送给我们了一桶油 然后今天晚上就回这个从钻石交易所认识的姐姐家里去洗个澡 然后从她家附近找个地方停车休息 她告诉我说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住在姐姐家 姐姐每天早上给我们做早饭 然后在这几天还带我们去修车 修车的时候就在一旁陪着我 根本没有一个钻石大亨的夹子 作为感谢 我开始在她的工作室里上班 然后积极的帮她一起卖钻石 其实她根本不在乎我是否能卖 而是被我一路从中国到这里的故事感动了 直到最后一天 我已经给妈妈买好钻石 准备开始往回国的方向走的时候 姐姐做了一件事 可能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这个就是给妈妈买的钻石 最后这一天 姐姐给我们煎了水饺 让我带在路上吃 知道我头疼 还给我准备了药 还在桌子上放了2000欧元 她说这个钱你先拿着 妈妈的钻石先放在我这里 我谁都不闷 梦到这里了 为什么不完成它 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等你成功了 再回来拿走 这里还有我给你的红包 走吧 一路小心 走了姐 我真以为自己的梦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可没想到在比利时有了一个姐姐 我们从不认识对方 到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 我们从未见过 却因为梦想走到一起 到最后帮我一起圆梦 你告诉我 人活着要有个梦想 难道不重要吗 可是姐姐怎么给了这么多 你干嘛 啊 不是这么大的人 你穿着不滑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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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